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穆兰 我准备在这个女子驾校学车了 现在进去咨询一下 美女 你好 我想学车 我不知道你们这是 我想学个自动党的 自动党咱比较好学一点 也比较好掌握 主要就是掌握 咱这个自动党的话 大概是多少钱呢 自动党现在做完活动是3700 3700 我听说咱们这有一个 VIP会员一对一的这种 对有一个这个活动 这个班次呢 是现在做完活动是6580 6580包括啥呢 包括就是你体检照相 然后从科一到科四 所有的费用 所有就是这个期间再产生任何费用 不再交钱了 不再交钱 包括你科二和科三 就是考场去买点练车的钱 都在里面包着 那这个VIP的话 它比那个普通的有什么 除了这个价格方面 还有什么练车方面有什么 我们来去的话 咱就是优先 就是所有就是包括练车 包括考试 咱都是优先服务 我听说是咱自己驾校有咱们的考场 咱们这个要是说去练车 不是要买场地啊什么的 这种的去练车的话 还是白天练的还是晚上练 白天练 白天练 没有不像其他地方是晚上去练 就早上来嘛 早上来 咱们教练把你拉过去 然后练完之后下午的时候 咱再跟教练一起再回来 因为我现在在犹豫这个 就是VIP和普通这个之间我在犹豫 因为我想着我年龄大了 学起来比较慢 跟别人 跟年轻人弄到一块 我怕就是我就 特别特别不好学 到一个VIP的话 这样它单对我一个人 对对对 这样我想着是不 我学起来稍微能 能好一些啊 就是这样想 然后那它这个学车的时间 每天是练多长时间呢 每天咱大班上面是 45分钟一个课室 咱相对VIP的话就是 第一就是以你的时间来优先 优先考虑你的时间 然后就是 时间上稍微可能比普通学员 稍长一点 这我基本上我这个问题 可能问的差不多了 我想见一下 咱们这个自动党的教练可以吗 可以啊可以 那你稍微等会 好好好 好好好 谢谢啊 教练你好 你你你你坐 你先坐 我这个 你坐坐坐 好好好 坐这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这样子 我想大概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 我是前年的时候我学了一次 学了一次那时候是报的手动党 报的手动党 科一考完之后呢 就学科二 就是科二的时候 学了大概有两天的走S弯 然后接着就学的那个 就是半颇起步呀什么的 定点停车 然后就在这个上面呢 我就一下就老熄火 老出问题 老出问题呢 然后教练肯定是也着急 也是为我好 然后我就 就吓坏了 就吓坏了 回来就一直哭哭 然后就不敢学了 后来我自己呢 买了一个三轮摩托车 就是老年代步车那样的 然后我就出去 就是到海南去了一圈 才刚回来 就骑着这个车 这几个月来 感觉这个三轮摩托车 还是太辛苦 所以我回来之后呢 我还是想学小车 想学呢 但是心里边 就是有这个障碍 后来是听别人介绍 说咱这个女子家校 这个校风特别好 教练都特别那个啥 当然说你肯定是要说的 咱不能说不让说呀 或者什么 那是不可能的事儿 但是就是说 我就是怕就是说老是那种 转一错就训 一错就训 我就害怕了 就把我都吓 吓回去了 就不敢学了 我就顾虑到这一块 其他方面我倒还都不论 那个我给你这样说 首先可能就是说 你原来抱的这个家校 可能就是说 他对年龄大的这些人 这些学员来教学的这一块 可能经验有点不太多 在一个耐心上可能也有点 我觉得就是做教练就跟做家长是一样的 是是是 因为就跟娃开始学东西一样 才开始学 他肯定你要正确引导 不是你老是骂他 肯定就反感这个东西 我还不是反感 我是吓 我就说哈啥 你学车来的话 你要正确引导 要有方法 对对对 你不能放出来胸 这个胸你说 其实他可能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他可能方法就不对 对对对对 一般情况下就是说 像你这种胆子比较小的 对 这种就是说你要正确引导 多讲 对 多下来看 比如说错了 你先不要着急做 你下来看一下 你到底错了 对对对 你找到你错的原因 然后咱再上车再练 可能效果比较好 对对对 这一块就是 这是科帽的凶俩 科帽的话 就是总共五个科目 首先是到车入库 车上车 半块起步 然后直脚弯 直脚然后有个SY 这个是考试的送续是这样 哦哦哦 科目三的话 咱们这个外头练 就实际道路驾驶 嗯嗯 就是这是分开的 嗯嗯 再一个就是说 像你 咱们的胸练 你看像你原来学的是自动挡 对对 手动挡 手动挡的话 他就说对于像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 可能就手脚配合着 对是 学桥性稍微差一点 这实话实话 是 是 可能抬离合器稍微快 他就熄火了 你抬慢他就后溜了 对对对对 嗯 半坡起步 嗯 它是30秒 考试的话 它要求是30秒 哦哦 你手动挡你在坡上 你 你才找离合器啊 你挂挡呀 有时候熄火 后溜可能时间也过了 时间过了就扣扣 封就扣了 那你今天跟我说的这个太关键了 对 太关键了 这个30秒 你想我肯定是乱的很 对 离合不太好的话 你等你把离合器踩住 把挡挂上 再慢慢找半离合 嗯 时间过了 也就100秒 对 是 我现在经过跟教练交流以后 我选择VIP的多了1500块钱啊 刚才教练跟我说的 就有三个优势啊 第一个优势呢 它就是 每天呢 就普通学员可能就学上一个小时啊 左右 然后这个VIP的话 它就会学到两个小时左右 大概啊 你的每天的练习时间呢 就是根据你的时间 你约 你是优先的来练 然后就是单人单车 教练对你一个人 再就是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你去考场考试的时候 考试的时候 普通学员的话 他去刷身份证也排队 会排很长时间 如果你要遇到 要是天冷呀 或者天热的话 这个就非常受罪 但是你如果要是VIP的话 你就可以在VIP时去等待 等到这个时间叫到你 你再去 这个就是第二个大的优势 第三个优势呢 它是这样 就是普通学员的话 他就会说 你第一次没有考过 这个我指的是科二和科三啊 你第一次没有考过 或者第二次第三次你都没有考过 那么你第二次第三次一直到第五次啊 这些你都要自己去掏这个费用的 但是VIP的话 就是给你五次这样的机会 科二也是五次 科三也是五次 这样五次的机会让你去补考 这个五次里边是全部是免费的 就是含在这个VIP会员这个费用里边的 所以呢我听了以后 我觉得VIP这个三大优势啊 首先比较适合我也比较好 所以我就选择VIP了 然后咱们这位教练呢 也就是咱这个家校的自动党的教练 都不聊就是我们聊天的时候 特别的沉稳 特别的实在 我一下就有了这个信心了 也有了安全感 也信任 非常信任这个教练了 然后我希望我这次不要半途而废 一定要把车学会把家长拿到手 教练你贵姓啊 我贵姓郭 郭教练 这位是郭教练 那我从此以后呢 一会去把手续办完 我就要跟着郭教练开始学习了 这个是咱这个女子驾校的这个校长 然后呢我准备就在这里学车 校长人看起来特别和气啊 那校长那你说 会不会就是那种老兴兴的人 吓得不敢学了呀到最后 这一点你可以大胆的可以放心 在咱们这个保际女子驾校学车呢 在第一个咱们可以拒绝这个吃辣卡药 就是个杜绝这个聪暴教学 在咱们这学车的一般情况下 女性呢特别多 就是怕叫来来凶啊 咱们这个都是避免的 因为咱们不会才跑到家校来学车 咱们会都不会到家校来学了 所以这点你大可放心 我们都会对学员 像对待朋友一样 朋友是教学 我一看跟校长一聊 我都心里很踏实了 没讲过去 啊太好了太谢谢你了 你的服务自由可以打下调了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而且你可以随时来找我 啊你就在这吗 我就在这我每天都在这